這給你用很久 對,他很久 就不會,他可能不會上車 那我上車就這樣,他就不在了 好 那你再給他看這一次 我現在不在看 我的意思是,如果沒上車,他就不在 好,我現在給了一個電壓 我們兩側,流過去的電流 那當然,朋友們,那我怎麼兩電流 不要電流去油缸 就是把安培器 安培器 跟他做串連 什麼用串連呢? 安培器 安培是量定量 安培是量 安培是量 簡單來講 以前這種散熱電錶,他們是善用的 以前的電流 我這是量電壓的電壓錶 再量電流的電流錶 再量電阻的電阻錶 三個電錶 所以你量的話就是要換 我現在量電壓,拿電壓給量 它叫符合劑 我量電流拿安培器去量 我量電阻呢,就另外 電阻劑 不是啊,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那叫 歐姆 歐姆計 是嗎 不是 好,也許是啦 那,可能現在就用三個電表 三個電表,它有很多檔位 你先調到A的檔位,它就量電流了 你調到A的檔位,它就量電流了 你調到A的檔位,量電流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要把它的線給它做串連 正的叫正 負的叫負 串連的意思就是說 你讓它形成一個循環 你的電會經過電錶 再流出來 再經過一個循環,這叫做串連 好 那你把它串連在一起之後 你電流表上所讀到的符直 就是我們的電流的大小 OK 好,那我們在做這個 瞎著電流的時候 我們發現,當這個電壓越大的時候 電流就越大 電壓越小的時候 電流就越小 仔細去思考 會發現說 會發現 電流跟電壓的比值 竟然是一樣的 電流跟電壓的比值是一樣的 電流跟電壓的比值是一樣的 我們的V 跟I的比值 會是個因值 V是電壓的 不特 I是電流 是安培值 好 這也是一樣的,同樣的東西 會搞混就是 我用很多的單位出來 沒有錯 電流 電流的代號是安 它的單位是安肥 電壓 的代號是V V 它的單位是 安培 那我們就說 這個比值 既然是定值 而且任何導線 你在把這東西換成銅線 換成鐵線 都會得到這樣的關係 K是 K是一個定值 後來我們就把這個K改成 因為這是歐姆花線的 我們就給他一個名稱叫做 R R是什麼? 電阻 我們就說 這是電裡面的阻力 電線裡面的阻力 所以我知道 為什麼可以用3 用電腐搖了 所以你說 R就是電阻 R是電阻 那個什麼 I I V K K 是一開始 我們發現它是個定值 K通常我們來講 在數學上常用 當它是一個常數的時候 我們就用K 這個代號 它是常數 K 那這個K 因為我們要紀念 歐姆這個人 因為是歐姆花線 所以就換個歐姆 我們就改成歐姆 而且這個電阻 單位 可以叫歐姆 所以這個三用電錶 就只是把它換一下等值而已 然後就可以得知 電阻 電壓 和 因為這三個是相關的 所以我們的電阻呢 它的代號是R resistant 它的代號是歐姆 歐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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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K是常數 K只是一個常數 就我們發現它是個常數 快把這個常數 直接定義成它的電阻 歐姆 所以K是電阻 K是現在電阻 我們把它定義成電阻 所以電阻比較常用R 對有R R 這是resistant re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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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這就是電阻的原油 電阻為什麼被定義出來 因為我發現 一個導線 當你兩邊通上電壓的時候 它裡面電流會跟著電壓成正理 我電壓越大電子越大 電壓越大電子越大 會成一個正比 這是比例 這是一個比例關機 我們就要把這個比例關機 定在電阻 好 那我們現在討論一下電阻 我們現在討論一下電阻 假設我現在有導線 有個系統 有個電路系統 這個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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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電流流過兩個電阻 其他電阻 其他在這兩個電阻上面的電壓 會不會一樣 就這一點的電壓 反正給電阻代號 不一樣 V1會等於V1加V2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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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對嗎 我不知道問題 不對 不對 那V等於V1加V2 所以V1來V2 不對 對 對 我想一下 對 應該是這樣 一樣吧 什麼一樣 兩個都一樣 V1的V2 V2的V2 那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來想一下這個問題 這裡面到底什麼東西一樣 這邊還有流過去的電影 好 R2 到底R1跟R2不一樣 R2 R2 R2會等於R1嗎 R2不等於R1吧 R2不等於R1 好 前提是 R1不等於R2 等一下 等一下 讓我想一下 你想 你想 R是電阻 R2跟R1是同的電阻 那是題目設定 題目設定 他就看他等於R2 對對對 好 我現在不設定他不等於R2 請問V1跟V1會想想等嗎 不會 好 誰就認為V1和V2會想等 我說不會 不會的 不會的 好 第一次電阻 好 第一次電阻 好 第一次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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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說I1和I2相等 不一樣 I1和I2相等 不相等 我說相等 還一個說相一個不相等 那待會香港是不相等 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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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個進去他是那個 他是還沒接到 那個 中間還沒有電阻的電 一個出來之後 他已經收兩個電阻 你知道I1嗎 I1那兩個電 你在I1嗎 電流 電流 電表是電在裡面的流動 電壓才會改變 你這是一個水管 好 那這是一個水龍頭 水龍頭 你把它打開了 水流過去 從那邊噴出來 中間的任何一段的電 I都一樣的 我這邊的電流 跟這邊電筒 會不會一樣 一樣 我這邊想說 今天給他 接個小小細細的管子 接起來了 這邊的流量 跟這邊的流量 會不會一樣 用那個中間 它就 它就讓它變慢了 變慢是 只有這邊變慢 還是這邊也更能變慢 沒有 所以右邊會變慢 所以這邊會變很慢 這邊是一樣的 一樣的 這邊還是因為那個流量 這邊變慢 那多數水去哪裡 要掉嗎 不是會卡在那個地方嗎 沒有 這是一個 那既然卡住的這車 這水流過去嗎 哦 也會變慢 那整個都變慢 對 對不對 我如果 這條路 都很順 不塞車 就大概走 一樣快 可是突然車子很多 前面塞住了 我後面是慢慢就跟著塞住了 對 對不對 I 是算它電流的速度 不是電流速度 不是電流速度 那什麼是電流 我們這邊可能會考 電流 客戶上有電器 一樣 它不過 電子 那個它說線路的結面機 它能通過的電量 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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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簡單來講是這樣子 我這是一個導線 我們是不是講過電量 電量 電量是一些 很多電 擺在一起的 多少電 擺在一起 哪有多少電 哪有多少電 哪有大小 哪有大小 電流量的大小 我現在流過這個 流過這個 我現在電流過去了 電流過去了 電流過去了 我每一秒鐘 流過100個電 跟流過200個電 跟流過300個電 電的量不一樣 對 好 那當然我不會講 100個200個這樣講 很奇怪 一秒鐘流過一個cooler 一秒鐘流過10個cooler 一秒鐘流過1000個cooler 這帶來的電不一樣 對 一秒鐘流過cooler數越多 表面的電流量越大 張文明 沒有明明 所以V應該是 V是電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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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OK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來想一下 假設我們現在只看到 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只看到這裡 V應該也一樣 V應該也一樣 我們現在只看到這裡 我們現在知道說 這個電阻 所以它的V1跟I1會等什麼 R1 這個問題 我知道了 R1跟R2不一樣 先不要急 我現在說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 電壓跟電流是一個定值的 對 它的電阻值 因為I1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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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對 這有問題 沒有 我們剛剛討論過了 電壓跟電流的底值 就是 那個電子值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把它做個轉換 做個轉換 做什麼轉換呢 我們把BI是哪一名 I1 R1 我只把I成功了 對對對 沒錯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看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代表說 因為我的I是固定的 我流過去的電流是固定的 都是I 好 那我的B2 同樣的 我們來看B2這一塊 B2也是等於I2 R2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I是一樣的 所以這裡也可以寫成 I R1 這個也可以寫成 I R2 對不對 所以這兩點間的電壓 跟它的電子有關係 電子越來越大 這兩點間的電子越來越大 這兩點間的電壓 跟這兩點間的電子有關係 所以 電子越來越大 所以 假設 R1 不等於R2 對 所以 V1不等於V2 對 但是呢 這種電壓來講 你看 我這邊的電壓 跟這邊的電壓 是不是等於這邊電壓 等於這邊電壓 對 這兩個電壓差 等於這兩個電壓差 這個電壓 V V1加V2 都沒有V 因為它是串在一起的 所以我的電壓是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再回到0 從很大的電壓 V電壓開始 到這邊有V電壓 到這邊變成V-V1電壓 到這邊V-V1-V2電壓 對不對 V-V1-V2 所以 V-V1-V2 對不對 我電壓 越來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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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高 0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這形狀片 我把這個帶過來 把這個帶過來 一點點好 I R1 這樣 R2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那我們這個沒有問題 如果這個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看一看這個鏡頭 我們講過了 這個電路系統裡面來講 這個電路系統裡面來講 假證我們不知道裡面放什麼東西 可是我小時候 這電路系統有多少電壓 有多少電阻 這電路系統有多少電阻 這電路系統有多少電阻 所以我只要知道 電壓 我給的電壓跟 跟得到電源就知道了 因為他講 歐姆電源 都不講 我的電壓 跟我的電的比值 就是我的電阻值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就不知道這裡是什麼 我這邊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都不知道 這系統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現在這是一個大方塊 裡面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我想問你 這大方塊的電阻多大 什麼量 電阻多大 電阻等於 i分之力 i分之力 所以我只要 這個大方塊的兩邊 所流過去的電阻 有多大 跟點上的電阻多大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 這大方塊電阻 是不是這樣 對 是不是這樣 好 所以呢 我這個有點 我的電阻 我把這兩個換一下 我把這兩個換一下 不用換 我的電阻 就是我的電壓 但是以這邊來看的話 以這邊來看的話 我的電壓等於 我的電流成了 R1加R2 對不對 你為什麼呢 假如要這樣寫的話 變成我的電阻 事實上是等於什麼 事實上是等於R1加R2 因為這個乘過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是不是等於這個東西 也就是我的系統 總電阻 事實上就是R1加R2 以這個串連系統 我們剛剛知道 它是一個串連系統 一個串連系統的 整個電路系統裡面的電阻值 下等這兩個串連的電阻相加 正問題 我們去思考 為什麼這樣 想一下 假設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水管 我從這邊呢 把水溶桶打開 我把水溶桶打開 水可以流過去了 水流過去了 我們應該有經驗嘛 假設水管比較短的時候 我是說水會比較大 對 比較強 好我現在把這水管 再接起來 水管更長 更長的水管 它流的會變慢 會變慢一點 這樣主力變大 我再把他接在一起 全部接在一起 我的電阻 我的阻力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會流越來越慢 我的水流會很慢 好就通通道理 我再把電阻 一加一起的時候 我知不知道會怎麼系統 我跟你講 我的阻力是加大的 而且系統是加大的 OK 好 我為什麼要按多號 這裡嗎 我說我剛剛說把這個i寫過來 如果把這個i寫過來的話 v等iR 對不對 v等i 可是我們原來 在串聯系統看的話 v等i 挖符 r加r1加r2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的r 就會等於r1加r2 所以這個東西呢 所以如果沒有r2 沒有r2 只有一個系統 那r就等於r1 對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假設有串聯系統 假設有串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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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加r2加r3 我的總電子就是r1加r2加r3 好 好 來 那這是一個串聯系統 我們看看並聯系統 會怎麼樣 超厲害的 非常好 然後 我已經會多人了 蛤 會多鋪手人 我知道耶 椅子 通常這是r1 r2 然後這邊流過去的 是i2 這邊流過去的是i1 這兩點進的電壓是v1 這兩點進的電壓是v2 這兩點進的電壓是v 好 就這系統來講的話 誰跟軸相等 我們來看 我們椅子 r1不等於r2 電壓相等 電壓相等 是不是知道了 各位知道 因為他們現在同個點上 現在同個點上 對不對 他現在電池同個點上 是不是 所以我這邊的電壓 假設這邊電壓是v1.5 我這電壓是不是v1.5 這電壓是不是v1.5 可我問 你說 他電 他電 電 電 電子他應該走最近的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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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這樣 1.5 1.5 1.5 那 他不就在那邊變2倍了 那變2倍 你說這是輸入1.5的電過去嗎 對啊 然後 機不機有在那個 那個 魔法車裡面 這不是有兩台 我知道啊 這個 那樣子 就是他到那個點 就是中間的那個 一點 那個點之後 會分一半過去 上面跟右點 對 這邊的電流 會分過去 對 這邊會分到I1 這邊會分到I1 這邊會分到I2 那會不會再結一點 五 電壓 電壓 其他的電流 會分散 他的電流會減少 好 所以這邊有總電流 這邊流過去的電流是I 在這邊流過去的是I1 流過這個電流是I1 流過這個電流是I2 所以I-I1就是I2 對 對 因為這邊是總電流 總電流流過來 就是I I分成I1跟I2 對 對 對 如果說是 會跟著電子 在電的是0 然後會跟著路線在這邊的是I 應該說 電流 電線裡面的流動 這條線裡面的流動的量 是I是電流嗎 這兩邊是電壓 這兩邊是電壓 但是這兩邊的電壓 取決於你接到哪裡去 你接的位置會決定你的電壓 我這樣講 就比較清楚一點 沒有 沒有 這邊的電 這邊的電流 跟這邊的電流 都是從這邊匯集出去 所以也就是這個電流 這個總電流 會是這兩個相加 來 來 這是冰臉 冰臉的意思是說 它同時間可以有好幾個回圈 同時間可以有好幾個回圈 其實我以前遇到這個事情 我會一直想說 這邊是個回圈 沒有問題吧 這邊是個回圈 沒有問題吧 那為什麼這邊有個回圈 上面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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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有電源 沒有電源 第一個是沒有電源 第二個事實上可不可以 才會有回圈 要看兩邊的電壓 這點是 這個5.5 這邊是0 電是流不過來的 所以這回圈是流不過來的 它不能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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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回圈不成立在 這兩邊的電壓差 這邊高 這邊低 那流不過去 所以我們的電流都可以 從高電壓到低電壓 所以從高電壓到低電壓 高電壓到低電壓 這是流不過去的 現在用的電路都是 病電嗎 當然是病電系統 病電系統好多是什麼 它不容易 一個壞掉的 我這個壞掉的 只有一個壞掉 這個壞掉是只有一個壞掉 對 還是有問題 那電源斷了就沒了 哪個電源斷了 它如果 那個 如果這邊斷了 上去一點 不管哪裡 只要 陷入斷了 就是 可是它 單獨系統 這個系統斷了 就只有這個系統斷了 對啊 它只有上面斷了 你看 下面斷了 那上面斷了 我們 這是 簡單的病電系統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病電系統 從來這樣掛 對不對 會獨立系統 甚至你會再冰了出去 對 這邊只有一個狀況是 這邊斷掉 就我們教在講 所有的病電系統 所以假如這燈壞了 我會引導別人的燈 結果一般壞了 會整個沒有掉 總開關 總開關 這個意思就是 這次總開關 總電源壞掉 所以總電源 在設計上 總電源會比較強 它會比較不容易被破壞 但是你獨立系統 很多地方可能壞 譬如我可能燈絲燒掉了 我可能變壓器燒壞了 我可能什麼東西壞掉 那這壞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你不能讓 任的一個系統壞掉 便利常其他系統 所以大部分我們的電器系統 都用這個病電的系統來處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一個 這個 剛剛畫的圖怎麼寫 空氣 忘了 沒關係 好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地方 我們的電流會怎樣 什麼電流 電流 什麼電流 I1的 I1的I2 好 好 那來想一下 想一下 假設 上面被我們遮起來 我們先只看到這個電流 你看這個電流 是不是這個電流 那我會想一下 這裡面的電流是多少 那個 電流 這個電流 那個 I1會不至 I1 不然啊 沒有我 你要等於ID 等於ID OK 不用說 這邊來鍵組 會等於 i乘乘沒有 B乘乘 就是B乘乘 I乘乘 對嗎 i1等i2嗎 i1等i2,不會 i1不等i2 因為他的電阻不相等 電阻... 你怎麼跟電阻有關 我剛剛沒講錯 等一下... 你剛剛說什麼 我剛剛講一下跟他講的不關 就是說... i1會不會等... i2是落到上面的 i1跟i2不會相等 i1跟i2不會相等 因為r1跟r2沒有關 r2跟r2沒有一樣 那我們來想看 i1等於什麼 i1等於什麼 因為這兩個電阻是... 電阻是r1對不對 i1等於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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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不跟i1 那電阻 他這個電阻來換的話 i1會不會等... i1等於b等... b3r i1 i1等於b等於r1 i1等於b等於r1 對啊 這個沒有問題吧 i過去會變成 所以我們的i1 i1等於r1 分之b 同樣的... 就看上面這個電路 i2會等於什麼 r2分之b r2分之b 因為b都相等 b1跟b都等於b 對不對 所以i1等於這個 i2等於這個 i2等於這個 這沒問題吧 i1 我們回到這邊打 我們知道i等於i1加i2 i1加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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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b i1加i2 i1是什麼 i1加i2 i1加i2 分之b i1加i2 分之b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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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 v1 v1 v2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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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V系比我越教了 可以教你隊友 A 好 這要怎麼講 我想到的之後 先把上面講 這是個擺盤數 好 V3 VR1 V3 V2 V2 這等於什麼 這是V 處理這些東西 好 那我先把底下 先算好 V 這等於什麼 V R 處理家裡 V R1 這是什麼 R1 R2 沒有看懂 好 再一次 我把它切分 我看懂 你只是把分別稱上 R1 分別稱上 R2 對 這兩個相差別 我是不是先通分 通分 是不是 R1 R2 分支 V R2 然後再加上 R1 R2 BR1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這邊 R1 加 R1 R2 分支 V 2B R1 R2 對 那用這種V嗎 V我可以提出來 這什麼V 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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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V 2V 兩個V 一個C是R2 一個C是R2 2V 這是C是R2 對 C是R2 對 這什麼問題 那這邊用問題 應該沒有 所以是等於 V R1 R2 R1 上面還有個V 這V就V是就約掉了 Yay 這等什麼 R1加R2分子 R2 等一 就這樣子 是不是很這樣子 Yay 是不是很這樣子 還是我們直接上不到下課 就是直接上到第四節 然後踢到下課 不要 等一下我們快去擠一下 因為希望這個 正分一下精神 好累喔 那你要